近期,日本千叶海龟,镰仓鰻鱼接连死亡。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? 网友猜测是日本排放的河污水,毒杀了它们,然后被海浪冲到岸上。 这是真的吗? 日本排放河污水已经是事实了。 过去几天,已经累计有超过1000吨的河污水,被排放进太平洋。 在8月29日,有中国游客在日本镰仓海滩拍下让人痛心的一幕。 大量死去的鰻鱼分布在海滩各处,触目惊心。 而就在不久前,镰仓对面的千叶线就出现海龟诡异死亡的情况。 接二连三的海洋动物死亡事件,很难让人不把他们跟浮岛河污水联系起来。 为了掩饰自己,日本一直在声称自己排放的河污水无害,甚至不惜公开作秀, 官员喝净化后的河污水是来自浮岛附近海域的海鲜等等。 为的就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。 很显然,大家是不会信的。 之前一直口口声声支持日本的美国,在日本排放河污水之后,悄悄进行防御。 减少从日本进口水产品。 日本镰仓海滩遍地埋于尸体。 场面触目惊心,是河污水毒杀的吗? 根据中国游客拍摄的画面,大量埋于横七竖疤散落在海滩上,甚至没有开始腐烂。 说明死亡时间并不久。 耐人寻味的是,日本在8月24日开始排放河污水。 按照计划,他们会在17天内排放7800吨河污染水。 2023年度预计排放3万多吨。 如此巨量的河污水进入大海,危害极大。 它里边含有64种和放射性元素,包括对海洋生物危害极大的碳14和碳129。 所以,在日本镰仓海滩出现大量死亡鰻鱼时,大家都第一时间怀疑,是河污染水毒杀了它们。 和上一次海归诡异死亡一样,这次日本政府对鰻鱼死亡事件也没有进行任何的官方说明。 鰻鱼是不是真的被河污水毒杀? 这个估计只有日本自己知道了。 既然日本官方那么喜欢作秀,不如去镰仓海滩搞个直播吃鰻鱼,好打消世界民众的疑虑。 日本越来越多河污水排入大海,我们该怎么办? 随着小日子臭不要脸,非把河污水排进大海。 不少人担心我们的海鲜、食盐等受到影响,这几天不少消费者疯狂满盐。 食盐安全方面,我们其实不用担心,中国市面上的食用盐绝大部分都是矿盐、井盐,也就是陆地上产出的盐、海盐只占非常小的一部分。 大家不必恐慌,也没必要吞盐。 至于海鲜,根据专家的说法,日本河污水排海后大概240天会扩散到我国海域,它会对我国沿海的渔业资源造成影响,是无法避免的。 国家也非常重视这方面的问题,已经全面暂停日本水产品进入中国,同时加强检测,保障大家的海鲜自由,可以放心买放心吃。 毕竟,能出现在市场上的海鲜,肯定是经过国家检测的,已经确定对身体无害,才敢售卖。 购买海鲜时,要认准有正规手续的商铺,切记贪小便宜,在三无路边贪买。 如果实在担心海鲜的安全问题,就选购国产海鲜,进口海鲜能不吃就不吃。 要是还无法放心的话,就尽量不吃海鲜。 中国那么多美食,又不是非吃海鲜不可。